枪杀妻子警员今天被控谋杀 犯人栏内频频擦拭眼泪 要求探访妻子墓地 高教部长卡丽诺丁透露 政府正在制定使用ChatGBT 人工智能系统的使用指南 我国南单黄志勇和南单自由人李子佳 全英赛十度强双双暴截成功晋级八强 玻璃市家央这个月5号发生警员枪杀妻子的家庭悲剧 涉案警员严扣戒满后 今天在谋杀罪名下被控上法庭 聆讯期间他多次在犯人栏内擦泪 还尝试要求探访王妻的墓地 罪名现年27岁的吴壮 被控本月5号早上6点45分到8点50分之间 在玻璃市十字港甘榜本当八路一栋屋内 枪杀26岁妻子 抵触刑事法典302谋杀条文 由于推示庭的审理权限 涉及死刑的谋杀案需要转交高等法庭审理 因此被告只是面控和聆听控状 无需记录认罪程序 控方也援引刑事程序法典第三条文 申请安排被告送往精神病院 接受精神评估为期一个月 推示批准申请并且预令案件 下个月14号过堂 以让控方提成被告的精神报告 事发当天被告执勤结束回家之后 突然朝妻子开枪 警方在现场发现了超过5发的蛋壳 死者也证实已经怀孕5个月 导致一尸两命 沙巴蓝脑发生罕见的意外 一名18岁少年和朋友钓鱼时 被一只剑射穿鼻子 送到医院后还需要出动 消诊人员来剪断长剑 医护人员才能够施救 最起意外是在昨天下午4点半发生 目测大约成人手臂一半长度的剑 从旁边刺穿少年的鼻子 少年重剑之后立刻到蓝脑医院求助 院方随即通报沙巴消诊局 当局马上派人用钳子来剪断长剑 医生随后才帮少年来处理伤口 当局没有透露少年重剑的原因 我国去年录得超过12亿令吉的医疗旅游收入 如今随着全球防疫措施大解封 旅游领域终于迎来了期待已久的春天 我国也在这个时候推出了首个旗舰医疗旅游医院计划 四家成功入选成为旗舰计划的医院 包括了位于吉隆坡的国家心脏中心 槟城的槟榔医院 马六甲的人爱医院 以及雪安儿的舒邦在野医疗中心 医疗旅游理事会在文告中指出 旗舰医疗旅游医院计划 在改变我国和区域的医疗生态系统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通过这项计划 国内各顶级医院全力加强服务 为患者提供完善的服务 也进一步巩固我国作为安全 和值得信赖的医疗保健目的地的地位 入围的医院也将获得多项奖业 包括了支持开发里程碑的 快速通道便利 灵活使用医疗技术杀箱测试概念等等 卫生部长扎利哈也表示 旗舰计划将促进医疗服务的创新和卓越 进一步为我国实现 更具弹性的医疗保健系统 同时打造为世界知名和可靠的 全球医疗保健品牌 外号Dr. Roy怀疑是选择性招标计划 也就是Jana Vibawa 毕案主谋的54岁男子 早前被扣获释之后 在因为另外一宗案件 遭到反单会重新扣查 今早再次被押往法庭 申请延长扣留 人称Dr. Roy的这名男子真实名字 是莫哈莫胡仙 他今早被警察押上不成法庭 申请延长扣留 他被指涉及一名资深政治领袖 女婿的200万令吉骗案 资料显示 来自关单的他 也曾经因为涉及贪污而锒铛入狱 ChatGPT人工智能系统 自去年11月推出以来 就广受学术界的欢迎 但是也存在了抄袭和作弊的隐忧 高等教育部长 纳杜斯利·卡利诺丁透露 高教部正在制定 使用这款人工智能系统的指南 确保能够汇集学生 卡利诺丁表示 把ChatGPT和其他人工智能技术 运用在学习过程中能够带来好处 政府虽然没有监管 但也正在制定使用指南 以免人工智能系统被当作是工具 导致学习过程被机器取代 至于ChatGPT目前是否已经在 高等教育机构广泛的被利用呢 卡利诺丁表示 还要再进一步了解才能掌握 ChatGPT只需要几秒钟的时间 就能完成大专院校水平的论文 而且精准全面的回答 和人写的内容没有太大区别 因此不少人担心 有人会滥用这款系统 直接抄袭和作弊来完成学业 学好英语就像是拥有一把 通往世界大门的钥匙 去年获得教育部支持的 线上英语大使写作竞赛 昨天颁奖 10名表现突出的中学生获得表扬 他们异口同声强调 这项比赛让他们获益良多 这个比赛啊 它有线上的课程 然后它线上的课程里面有很多技巧 然后这些技巧呢 就可以帮助我的英文作文 写到更加的出色 比如说它有一个就是 rebutter的技巧 就是我有用它 用了它过后呢 会让我的作文更加有层次 我相信也是因为用了 里面的技巧的关系 所以才可以让我脱颖而出 这项比赛吸引了全国超过一万名 中四和中五的学生参加 所有文章都由教育部的专家审批 并从中选出十大最佳作品 教育部课程发展语言文学组副主任沙利纳认为 教育应该从小开始 希望未来能下调比赛年龄 让小学生参加 换个焦点 俄乌战争持续了一年多 战况依然焦灼 虽然乌克兰曾经多次要求西方盟友提供战机 但一直没有得到回应 不过如今终于迎来一些眉目 波兰总统杜达星期四宣布 将运送四架米格29战机给乌克兰 成为了第一个提供乌克兰战机的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 杜达强调 虽然这些苏联制的战机已经进入最后服役年期 但是性能依然良好 至于其他国家会否跟随战机军援 乌克兰的步伐还未有定案 不过波兰送出的米格战机 显然并非乌克兰想要的战机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表示 米格机无法解决任务 他们需要的是美国制的F-16现代战机 但无可否认米格机有助强化 乌克兰军方的战斗力 为此他已经向波兰表达谢意 俄罗斯军队三天前在黑海海域 击落一架美军MQ-9死神无人机 随后更在坠毁地点搜索残骸 尽管美方无人机上的机密资讯可能外泄 不过美国国防部心事向各界保证 就算俄军能够大海捞针巡破残骸 也别想从其中截获有用的讯息 WE DO HAVE INDICATIONS THAT RUSSIA IS LIKELY MAKING AN EFFORT TO TRY TO RECOVER的MQ-9 SUJOLOUS추菠 Alexis as you point out and as General Milley'll highlighted however we assess its' very unlikely that they would be able to recover anything useful given a couple of factors one the fact and i'm not going to go into detail but that we took steps to protect information aboard that aircraft and two the fact that it crashed in 尽管美军收紧口风 不愿意透露采取什么样的保密措施 但却强调死神无人机 作为一项收集情报的资产 美军自然晓得它的重要性 并且有能力在外泄之前保护相关资讯 另一方面美军消息指出 确实目击一些俄罗斯船舰 出现在坠机的海域 但对方看来不像已经找到残骸 目前也不清楚这些船舰 是否还留在原地继续打捞 微软宣布将人工智能技术 植入Office办公软件 只需要几个简单的指令 帮您轻松完成所有文书工作 欢迎回来 在法国引发巨大民怨的 养老金改革法案争议升级 法国政府动用特别宪法权力 绕过国会表决强行通过 消息传开后 不仅朝野对峙升级 法国各地随即爆发新一轮示威 批评总统马克龙无视民主 要求他下台 在首都大约7000人聚集在 巴黎协和广场示威 警方释放催泪弹驱散人群 在广场中央冒出火光后 警方还发射了水炮 法国总理伯纳新一寺 在国民议会开议前 宣布动用宪法第49.3条 也就是辩论终止不需投票 退休改革法案立即示威通过 这份极度不受欢迎的改革法案 将法定退休年龄从62岁延后到64岁 反对党可以在星期五下午三点之前 提出不信任动议 以此决定退休改革法案 乃至伯纳内阁的命运 总统马克龙则表示 他的政治意愿是交由投票表决 但是如果国民议会投票不通过 对财众经济的风险会很大 短视频平台抖音的海外版TikTok 近来屡遭封杀 纽西兰今天宣布 将禁止国会装置使用TikTok 成为加入封杀潮的最新国家 纽西兰政府官员说 出于网络安全考虑 将禁止在可以访问议会网络的 所有设备中使用TikTok 这项措施将在三月底生效 无论如何 如果因为工作所需 相关人士还是可以申请特别安装 英国昨天也宣布 禁止在公务手机上使用TikTok 而且立即生效 在这之前 美国 印度 比利时 加拿大 欧洲委员会和欧洲议会等等 国家政府和机构 已经部分或全面禁止 在敏感设备中使用TikTok 随着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ChatGPT 在科技业掀起革命浪潮 全球科技巨头包括谷歌和微软 都竞相引入 研发配合本身城市 以及服务的人工智能助手 微软公司在星期四揭幕 他们将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 副驾驶Corpilot 直入招牌的办公室软件Office 让用户可以透过区区几个简单的指令 交代人工智能完成复杂的搜寻资料 制作报表 甚至是快速生成公司简报 只需简单交代要点 人工智能就会迅速有效地产出一份 制作精美内容丰富的PPT简报 省去不少时间和心力 这已经不再是梦想 而是大势所趋的真实场景 聊天机器人ChatGPT的崛起 加快了科技巨头 研发新一代人工智能的脚步 继谷歌之后 微软公司星期四也宣布 将会把新开发的人工智能助手 副驾驶Corpilot 直入使用率遍布全球的 自家办公室软件Office 透过强化大语研磨星后的Corp Pilot人工智能可以更好地理解 并回应用户下达的指令 并在短时间内完成资料搜索 整合及导出 无论是文书软体Word 还是处理报表的Excel 又或者PowerPoint简报 人工智能都可以精准 而详尽地制作出你想要的内容 然而节省时间及提高效率背后 却依然有撇不开的隐私问题 针对这点 微软开发团队拍胸口做了保证 根据微软公司透露 目前有将近20家企业跟他们合作 共同测试了副驾驶的强大功能 如果一切顺利 微软将在几个月后 正式发布这套人工智能助手 西方科技巨头在人工智能大比拼之际 中国巨拨百度 昨天也发布了自行研发的 中国版CheckGPT文心一言 不过表现却不如预期 导致股价重挫超过10% 但隔了一夜 百度股价今早却迎来大反转 强劲反弹16% 成功收复了昨天的所有失地 受到华尔街隔夜涨势带动 百度今天尾随其他科技公司出现强劲反弹 恒生科技指数早盘交易上涨超过4% 百度股价挑高迎市后便一路扶摇直上 盘中更一度占上145.40港元 比昨天密室的125.10港元 大涨了20.30港元或16% 百度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员李彦宏 昨天在发布会上谈言 中国版的CheckGPT发展还不完善 还必须仰赖用户回馈 而逐步反复运算后续再升级 他也承认这款CheckGPT的 英语能力不如中文 丹麦垂直农场 无土 无阳光 还有机器人操作 降低能源成本 种植更多食物 欢迎回来 世界羽球一哥安赛龙无法实现 连续五次闯入全英羽球赛决赛 粉碎他这项目标的正是我国选手 黄志勇 他在16强赛表现神勇 和安赛龙激战三局后成功屠龙 闯进八强 同样晋级的还有我国一哥李子佳 他直落两局轻取日本选手 终结过去五场赛事 止步16强的厄运 世界排名28的黄志勇 昨天晚上在全英赛时 六强对战世界一哥 也就是未免冠军安赛龙 黄志勇充分展现了冷静沉稳 在第一局落后的情况下 拿下八分之后开始反超 还一度连取六分 成功以21比15拿下第一局 不过随后他的状态下滑 连丢十分 以9比21丢失第二局 好在进入决胜局 黄志勇调整回心态 稳扎稳打 一路保持领先 到了第19分 开始被安赛龙猛追反超 不过他丝毫没有慌张 挽救两个赛点之后 以23比21成功屠龙 勇门八强的黄志勇将在八强赛对垒中国新星李诗峰 而在另一场南单十六强赛 我国一哥李子佳对战日本选手西本全泰 两局都一直保持领先 最终以21比15以及21比10两局直落轻取对手 李子佳也终于打破了过去五场比赛都止步十六强的魔咒 和黄志勇一起抱到八强 他会和日本新星奈良刚攻大 争夺半决赛资格 而在南双方面 我国自由人王耀新和张玉宇 连续第二年在十六强赛对上印尼组合 也就是卫美冠军苏伊布和巴加斯 不过新女组合没能报仇 两局比赛都在领先的情况下被反超 最终以两局18比21败下阵来 同源晋级八强 这也意味着我国的南双全军覆没 说到农场浮现在脑海里 应该就是一大片占地甚广的绿色草地 不过在丹麦哥本哈根一个工业区的普通仓库里 却有着一座农场 在这里紫光笼罩着作物的架子 用来播种和检查植物生长的机器人四处穿梭 这就是丹麦的垂直农场 透过镜头我们也去看看 粮食与农作物生产极度依赖土地 然而根据联合国的报告 全球有高达四成的土地已经退化 这直接影响了一半的全球人口 粮食安全面临威胁 新型室内种植方式 或许能为正在消逝的传统农业提供解决方案 这个位于丹麦哥本哈根工业区仓库内和传统农场 有着极大不同的垂直农场 三年前开始投入运作 和所有株创领域一样都曾经经历艰难的开始 这座看起来科技感十足的农场 占地7000平方米 没有土壤和日照 取而代之的是2万个特制的LED植物生长灯 他们模拟阳光 提供24小时不间断照明 农作物就生长在从地板到天花板 共14层高的架子上 农场在运用更少的种植空间的同时 却加大了农作物的产量 而这一切的背后 都有一次又一次的尝试和科学分析 我们有很多学会从 data继续 我们做的 所以当你生产生了森林的水 森林的水 森林的水会把一些的脂肪 但他们也会给予了一些脂肪 所以只能在研究中的资肪 知道哪些水分的脂肪 有在水 而且哪些森林的水 我们可能要够放在一起 所以他们会把自己的水分析 然后水会有正确的荤盘 经过三年的运作 这座最初由丹麦北欧丰收 和台湾原先集团联合发展的新型室内农场 如今放眼拓展 希望在德国瑞典和挪威设立站点 进一步推广垂直农场概念 缓解粮食安全威胁 感谢收看 我是依林 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